奖杯是我的 奖杯是我的 都别吵了 现在我宣布最终的获胜者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兄弟们 今天晚上就是我和小朋友他表弟一起pk抬球的时刻了 说实话 我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小乐 你不要紧张 我和你的粉丝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多了 走吧 上车陪我再去练最后一天球 小乐 你在这犯什么呢 还不赶紧上去练球 我 我球杆不见了 会不会是你忘在家里了 有可能 这样你先上去练球 我去回家帮你找找 行 给你钥匙 兄弟们 没想到关键时刻竟然掉链子了 咱们只能先找跟公杆练习一下了 这杆子用的手感真差 还是先练练基本功吧 还练个屁呀 连五分点都不进 今天真的是倒霉啊 这到晚上的时候那还不稳输呀 这都几点了呀 小朋友怎么还没有来呢 哎 他表弟给我打电话了 喂 我知道 放心 绝对不会失约的 哎 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这下可该怎么办呀 兄弟们 车现在也被小朋友给开走了 咱们只能骑个电动车去找他表弟了 希望他能尽快帮我把杆子拿回来 呦 没想到你还真敢来 那有什么不敢的 我答应的事情绝对会做到的 不是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打开让我看看 忠实抬球 表弟最牛 哪年王小乐 表弟 你别高兴的太早了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兄弟们 你们看 表弟为了打败我 把横幅都拉上了 你要是怕 可以选择退出 谁怕你呀 那就准备准备开始吧 行 位置我都发给他了 小朋友怎么还没有来呀 马上就要来不及了 小乐 我来了 太好了 小朋友 谢天谢地 终于到了 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哼 表弟 我的杆子现在已经到了 你就等着输吧 正在比赛中